补充的意思是补充你日常的饮食 不要在你的正餐里吃少了 增充粉或者大脂奶粉就像这些大大桶 经常会给到人一个感觉就是说 是不是喝这些大桶的粉就是不用粗就可以大脂 当然就是不是 但是有很多人出现问题的地方 就不是说训练不够或者训练得不对 而是说营养摄取的不足 所以这些大脂奶粉或者我们叫增充粉 就可以帮到手了 不过在你考虑用这些增充奶粉之前 你可以听下以下几个因素就自己判断一下 这些增充粉是否适合你的 第一样就是你是否想肌肉量和体重的增长是比较快 我们特别会着重在体重方面 因为肌肉量的增长当然是会令到你的体重增长上升 但是增充粉相对于其他健身奶粉与清蛋白 它的分别在于增充粉对于你的体重的影响是会比较大的 当然质素比较高的增充粉里面的蛋白质比例比较高的话 就好像我们推荐International Protein的增充粉 它那个营养比例就比较均衡一些的 增肌增充方面的效果也会有在 但是增充粉的确是会令到你的体重增长是会比较快的 第二个你就是是否属于胃口没那么好或者比较难吃得多东西的类型 因为我们要有肌肉量或体重的增长 主要就要摄取多些均衡的营养或者是要吃多些东西 但是增充粉就是它一个液态的浓缩营养的補充品 所以它就会相对于你要吃多一顿饭就会容易一点的 第三你就是是不是很难去摄取一个充足和完整的营养 因为我们很多顾客都跟我们说 因为工作的原因比较难就说我要吃多正餐的份量 要吃多一餐两餐的 而且就是说一般来说 出街吃东西或者买外卖都会在选择上面比较困难一点 要有一个充足和一个对你有益的营养 所以增充粉就会可以在你正餐以外 去令你有一个充足的营养的補养 最后亦都说多几个就是如果你刚刚开始用增充粉 有机会遇到的常见问题 第一样东西就是增充粉会不会令人肥呢 首先就是如果你用增充粉 而且你是比较偏瘦的体质 你从来都没有肥过的话 其实就不需要过分担心的 当然任何有热量的东西 而且是比较浓缩的营养補充品 你喝多了当然会令你肥 但是我们都会建议你按你自己需要 可以调整的份量就最好 第二样东西就是用了增充粉之后 你的日常的饮食如何去调配呢 首先最重要就是不要在你的正餐里吃少了 因为增充粉的目的或者是补充品 就是补充的意思是补充你日常的饮食 而不是取代你日常的饮食 再加上你的目标是增机增充 你就更加不要吃少了 使用增充粉应该是在你正餐以外 增加你的热量摄取和一些优质的蛋白质 这个用法就是最好的 第三就是有一些增充粉的产品 它本身的建议份量就非常之高 你会怀疑我应不应该跟从呢 还是有些人会觉得原来那些份量 是比一些外国人去喝的 首先建议份量方面 每个生产商每个产品都可以有不同的 最理想的情况 就像我刚才所说 就是跟自己的营养摄取去调整 但是一般增充粉 因为它想给你的效果会快一点 所以它的建议份量的确是会偏高一点的 我们会建议 你可以将它的建议份量 先减半 用了一段时间看看自己的效果 如果你觉得效果满意的 那你就可以继续用这个份量 如果你的效果想是再快一点的 那你才把份量加上去就会比较好 希望以上的资讯可以帮到你选择 对的健身补充品 多谢你继续支持香港人的健身频道